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港时事播报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昨日7月1日下午4时 本港新增28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27人曾外游 大部分人6月30日从印度返港 至今本港累计1234宗个案 包括一宗疑似个案 第1233宗个案为过往健康状况良好的46岁妇人 是昨日确诊6月17号由美国返港的父子的妻子和母亲 三人居于大围美田村美秀楼 病人是家庭主妇 于6月26号出现咳嗽全身乏力及发烧等症状 他在入院前曾到大围的蔬菜及鲜肉店铺 及美田村的一间超市购物 同日到蓝田汇景商场三层53号 陈叶红医生诊所就诊 他昨日被送往威尔斯青王医院其后确诊 作为预防措施及及及早发现有可能的社区传播 中心今日开始透过房屋署向美田村的居民 发送深喉唾液测试样本评 中心议会向病人近期所到访处的职员发送样本评 中心呼吁美秀楼居民及相关人士 尽早向中心提交深喉唾液样本 以便尽早检测 如有病征应该尽快求医 医管局表示截至昨天中午12点 过去24小时有10名患者出院 现在有82名病人仍然留意其中1人病情危怠 81人情况稳定 关注我获得更多的香港本地资讯 我是Joanna您的朋友 下次再见